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星期二大宝圣节快乐 欢迎回到韭菜人生 多看韭菜人生 人生才不糊涂 人生才会变成韭菜 但是对大马人来讲 现在全国所有大马人 韭菜是做定的 韭菜也是被人割定了 肯定割定了 那么是什么事情呢 只要你拥有一辆车 现在你要过大马的任何车 现在它强迫你装 强迫你装红外线色皮 就是RFIT 这两天闹到沸沸扬扬的课题 就强迫你装这个RFIT 现在你要拿一张RFIT的sticker RM35 RB 35块钱 你不给不可以 这个韭菜是割定的 因为大马的韭菜品种 是世界上最好的品种 因为韭菜割了 他不会反抗 他会长更肥 所以那些想割酒菜的人来到大马 真的是割到爽 还好呢 终于有一个人民啊 终于有一个大马人啊 出来敢敢讲啊 敢敢讲啊 这个sticker的成本 实际上一块钱都不到啊 现在呢 强迫人民买 卖人家35块 哎呀 等一下 人家又讲 这个是人面 这个 纳资机 纳资机 假的 纳资机是人吗 哎呀 他现在不是首相了 他当然是一个人民啊 没办法 这两天最好最好的课题呢 就是这个阿菲嘛 都讲了他们现在 customer service 他要做到最好呢 看到人民 遇到什么东西 辛苦 看到人民遇到什么痛苦呢 他一定100%来推人民讲话的 啊 人家谈谈他的 计算都可以 放中的身板鞋带 那我们的纳资大哥 他难道不为人民讲话吗 那么讲起这个阿菲这个东西呢 哎呀 我看我们 等下我举一个先进国家的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 你不赚呢 其实是不可以 但是呢 你不应该呢 卖给人家这么贵啊 而且呢 这两天呢 大家都知道吗 出问题吗 我跟你讲 你安装了阿菲之后啊 可能你心脏你要去 转那个 机器进去 带你的心脏啊 我跟你讲啊 或者你有 忧郁症啊 什么那些药 你就好 带好好的在你的车里面 什么都带好好的啊 无数的人呢 走过那个阿菲的拖河 走一下 不可以close down回来 等下另外一辆车走 十辆车走过去 五六辆车 如果十辆车 五辆车过不到的话呢 那你是不是要准备好那心脏病的药 等下随时轮到我 我走过去 又不能够 所以啊 在网络上啊 被人骂到翻啊 所以呢 我们的纳鸡大爷呢 当然要出来跟人民讲话咯 好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见啦 大家会问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有了Tashanko Tashanko 很好用啊 如果觉得Tashanko 要打开窗口就低 有点麻烦 后来有了SmartTag 为什么SmartTag 都不要用 要用这个阿菲呢 要用这样的东西呢 而且呢 你贴一张阿菲上去 要35块钱 为什么要卖这么贵呢 就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所以呢 就给大家大开眼界一下啊 那么我们去到Dubai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会发觉 那个Dubai 有一个现象 我在Dubai的满街上看看 看看看看 为什么没有Tashanko 没有Tashanko 后来 我才知道 那这个就是Dubai的Tashanko 这个在那个Mall of Emirates 这个在那个Mall of Emirates 在那个Satahid Road 在那个Satahid Road 大陆中间的那个Tashanko 这个就是Dubai的Tashanko 这个是在那个Jabel Ali的那边 这个Tashanko 这个Tashanko 过去就可以看到那个Mall of Dubai 那一个很大的摩天轮了 那么 这个Tashanko 过去就是那个Sajjah 那个Sajjah Saj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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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Tashanko 过去就是那个Mall of Emirates 的那个机场 那个Dubai机场的那条河 那个El Galhub Bridge 那个Tasha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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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 为什么人家的Tashanko 没有Tashanko 又不像我们的大马Tashanko 大马的Tashanko 当你的车走过去 它会跟你门关起来 一种 留下买路钱 不给买路钱 不给你过 就好像以前三贼 此上有我站 此路由我开 留下马路钱 搬人让你过 为什么Dubai的Tashanko 就是人家一早就用这个技术 那你在Dubai开车 这个东西叫SALIC 我们用阿菲SALIC 就是同一个东西 看了人家一张SALIC 贴在车上面 它过这个Tashanko 就这样 自动过了 自动过去 没问题了 一次扣4块钱 阿联酋的钱 跟我们差不多一样 4块迪拉姆 大概是满币多一点点 我们小一点点罢了 这样一次过一次4块钱 总之每次你这样过 就收到钱 他也不用停车 不用像大马这样 每一辆车 那个门要关了 所以就造成那个塞车咯 所以那天就很多人 走到那边 不能过哦 其实你现在 你用阿菲SALIC 你那些这个 从不你要跟他拆掉吗 阿菲SALIC的Tashanko 是直接 让人家像Dubai这样过吗 人家Dubai 为什么装这样子的Tashanko 没办法呢 人家开南波金利 就这样满过去嘛 开法拉利 就这样满过去嘛 那个路虎 这样子走过去嘛 那里要这样关门起来的 人家10多年前 人家就用这个技术了 在大马呢 用了阿菲SALIC 错误百处 才要拿来关门 你看 落后人家多远了 然后在Dubai 为什么他要用这样子呢 没办法啊 Dubai 有一个Driver 如果你整天去关他的门 不好意思哦 那个是Dubai的国玩 那个1号的车牌 他整天 他70多岁呢 天天还要做工的 天天驾到他1号的Mersity 在街上走来走去 所以每一次他都要这样子 人家是国玩 那就是不好意思嘛 所以这样子到 一过就马上过了 所以你大马要实行这个东西呢 你就所有的头都要拆掉嘛 全部下人家这样子嘛 直接过的嘛 不用停车的嘛 所以一点都不会造成塞车嘛 所以大马的塞车 哪里造成的 整个头造成你关门啊 关门 人家不能过 不能过 又要关门 哎呦 你讲不塞车啊 我们继续看新闻 好了 现在你看我大马的人民不敢讲嘛 现在纳紧讲咯 哎 这种子的那个印译加sticker 几毛钱罢了啊 为什么叫人家 人民要拿35块钱去买啊 这个有点过分 然后呢 如果已经用了smart tag的人 有没有的repaid 在smart tag转买Rafit的时候 有没有的repaid 哎呦 全部人民的问题啊 他帮我们问了 哎呀 这个叫做人民带义士 真的叫做人民带义士 所以我们看这个操作 你就知道嘛 现在你每一辆大马的车呢 你最终都要抓上 这个买Rafit的这个贴纸 所以每一辆呢 乘35块 自己算一下哈 你家里三辆车 你交给上个35块咯 啊 自己算一下那个成本 然后你 你换车啊 换账啊 换账啊 什么啊 这个韭菜真的是好客啊 啊 然后 然后这个 他想说 哎 因为这个买Rafit呢 是连着我们的touch and go的wallet 啊 所以你 当你使用买Rafit之后呢 你就被逼使用 touch and go e-wallet 本来我没有用touch and go的 e-wallet 现在都被逼使用 但是我还没有转买Rafit 经贵没有转啊 大家等下 哎呀 我要在那边cost down回来啊 哎呀 我这辈子呢 我还没有试过再扣那边cost down车的啊 有啦 有啦 前面那辆车不能过 前面那辆车不能过 不是我的车不能过 好 大家还可以过关一次 过关一次 你不给的话呢 哎呀 进黑名单 进Ctoss 是不是进Ctoss 好了 那么昨天呢 他第一天叫人家 在那个plus highway 南北大道流嘛 第一天呢 就出死无力 就出大漏洞 昨天就塞了 后来没有办法 还要派人在那边 还要拿着那个scanner 哎呀 又不能够 哎呀 不能够 OK 还有最后一张 cost down 所以 这个就是大马 这个就是大马的现象咯 一直在倒退 整个国家一直在倒退 哇 哇 你整个system呢 你都没有做好呢 你就这样子 launching去 去叫人家用 用到啊 昨天啊 塞车塞到啊 塞到人家 塞车比较不是去到Facebook 骂了 骂到他的留言区跟你关掉了 真的是像小孩子 这样子啊 一间这么大的公司呢 啊 怕人家的人民来骂呢 骂到那个Facebook的留言区呢 拿来关掉 跟那个大马的卫生部呢 好像很像哦 所以他这个系统还没有做好呢 就拿来这样子 拿来玩一下呢 所以是不是跟你讲的 心肠病心肠病的要呆住 啊 那个忧郁症呆住啊 不然等下你怕疯了 那个叫你 不能过 叫你靠车 后面车不烂 哎呦 这个东西无法想象了 真的真的 现在上班呢 你要多 这几天你要找半个小时上班 我跟你讲 因为呢 扣那边会很多车要靠车 你知道吗 那 准备一下啊 尤其最近新年 现在你家买年 或者这新年前两个礼拜呢 重复了很紧张的 知道吗 啊 哎呀 好 我们再看一些最新的新闻点 有了这样的经验呢 这个东西呢 还好还好 但是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话呢 那么 你们在YouTube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国主 他们已经拿来做了 而且呢 很好笑啊 你去看他们啦 每次啊 过一下不能过的 哎呦 在我们YouTube里面就很多 你看他们拍给你们看 哎呦 每次都不算 哎呦 这样的东西你敢拿来用 真的是丢脸啊 那么这个有后续了 那么那个C3呢 这双鞋子呢 哎呀 我跟你讲 这双鞋子啊 哪去拍卖呢 啊 现在现在卖上40千 是有可能的 以后不知道啦 以后可以卖到上40万啦 这双鞋子啦 有一天呢 当这个C3当上大马 首相的C3当上大马 首相的C3当上大马 首相的 这双鞋子呢 就是一个M 最早可以卖一个M 一个拍卖咯 啊 看啊 他为了 叫他们做Customer Service 你看 哎呀 人家讲起那间 那间是Touch & Go Touch & Go的公司呢 你们都知道他股东是谁啦 啊 纳迪还在那边 讲解释解释解释 哎呀 你不用跟人民解释啦 人家都知道那个股东是谁啦 但是呢 没办法 人家愿身在道啊 而且他一定要帮人民讲话啊 然后今天呢 还亲自去到黑风洞哦 亲自去大宝圣洁哦 去大宝圣洁哦 看到那个Sarawana 你还跟他讲 每个印度人跟他讲 每个印度人跟他讲 SOP很严啊 他也讲到 是咯 SOP很严哦 哇 真的是他们Customer Service啊 舔人民啊 舔到 太过分了 哎呦 然后 回应前一期呢 我们讲那个 大马 的 那个 明天他会讲刷 这个 新年的SOP 那么这一次也有我们的 魏公公大人呢 亲自亲自看过了 所以他明天公布的时候呢 希望不要出笑话啊 哎呦 我们相信这个魏公公的 那个智慧啊 而我每次念魏公公的名字 都有一点难哦 因为你要叫他 TATO3 DOTR TANABIR DOTR ENGINEER DOTR ENGINEER VICAR XION 他人家念他的名字 所以他应该是读了很多 他又是DOTR ENGINEER VICAR XION 所以明天我们不希望了 华人的新年的SOP 呢 会有那个搞笑的成分 我相信他不是搞笑的 回应讲述大马的著名运动员的下场 我们讲了一个七个金牌的在街上卖批数 这个呢,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厉害的羽毛球选手,郭溜英 上网代货啊 这个呢,我们最厉害的跳水选手,张俊宏 不是说上网卖货不好啊 你看一下,谭谭的一个国手 谭谭历史上最厉害的大马的女球员 看看他们现在啊 如果他们不是上网卖货 你讲他们的收入现在 都会不会有一天搞到也要去街上卖批数这么长 这个是大马的现象 好,回到今天的主题 既然这个Mindraifig现在卖35块呢 那么大家会不会真的去买来贴呢 还是会等我们的Nagic 大哥呢 已经开生了 估计呢,他的价钱会跌了 所以大家不能这样找去买的 哎呀,现在去买的话呢 我跟你讲啊 我也不敢用啊 有一天我贴了 我还是拿着他想购 我暂时不敢 我没有信心啊 我不想去退车啊 退车难看啊 等下退车都没有人在那边 相信这几天有人在那边还比较紧 他去到那边半夜三更 他又没有人啊 又不能过啊 怎么办 哎呦,吓死人啊 是不是 好,暂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